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是TONY CHOI 今天是2021年6月23日 今天来回答这个佛牌友, 应该是女性佛牌友 Miss Angelina Miss Angelina她问说 请问师父,佩戴佛牌可以改变命运吗? 我生长在一个破碎家庭, 7岁父母就离婚 由婆婆代大, 今年24岁, 很年轻啊 生得很难看, 人又不美, 要么? 要这样讲吗? 然后又说看到别人都有BF, 就是有男朋友了 然后有的都已经成为别人的妈妈了 而到现在她还是单身 然后工作呢, 又没有什么赚到钱 然后现在呢又MCO 然后她说, 请问啊, 佩戴什么佛牌可以帮到我吗? 她说, 急需帮忙啦, 谢谢 OK, Miss Angelina OK, Miss Angelina 首先呢, 我跟你讲 人, 遇到问题是很平常的, 很普通的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问题 OK, OK, 关于你的问题啊 请问师父,佩戴佛牌可以改变命运吗? OK, 呃,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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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和运 OK 命 是不能改了 讲讲呢 比如说今天 你 生出来是一个女人 这个是你的命 然后命是不能改 比如今天你出生在一个 呃, 你爸爸是 做修理车的 做修理车的 你的爸爸就是修理车 这个是你的命 命是不能改了的 OK 就是命了的 OK, 但是呢 运 运是可以改的 比如说你今天你出生在一个 呃, 呃, 细白粉的, 细毒的 你爸爸是细毒的 比如讲啦 其实我有一个认识真正啊 以前我们读书的老同学啊 呃, 他的爸爸就是英君子 就是细毒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小 我去他的家的时候啊 他的爸爸后面啊 有那种老款式的那种 九条龙啊 九文龙啊 然后 呃, 我去看到的爸爸的时候啦 整身就是龙啊, 胡啊什么 然后呢就是说 看他样子就好像细白粉这样啦 OK 没有力, 没有力, 没有精神这样啦 OK, But 那我的朋友那个时候啦 他很小 应该是七八岁嘛 有了, 二年级, 二年级是八岁啊 然后过后啊 他生长在, 虽然他生长在这种家庭啦 他的妈妈跟人家洗碗的 他的爸爸整天进出那个监狱 他是由他的伯母带大的 现在啊 他是一个医生啊 一个真正的医生啊 一个已经挂牌的医生了 所以 命 是注定的 孕啊 是可以改变的 我这个朋友就是因为 他出生在这个家庭 但是他不认命 他不认命 他通过这个运 什么运呢 就是他努力 读书 他好料 他很好料的 UPS啊 就是六年级考试六个A 呃 那个时候叫BMR SPR是吗 BMR就是啊 7个A SPM 满 STPM满 12个A 全部A到完的 A到完他去讨大学 大学 呃 不收他 很多大学不收 因为 马来西亚的大学 有高大制度的 就是 他会留给 某某的种族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巴仙 然后留给某某种族呢 又是一个小巴仙率 所以 他也 没有去认命 他也是通过很多管道 然后最后他拿到这个 这个这个科 他还申请到助学金 所以今天他是一个医生 我是一个开佛牌店的 OK 所以 韵 是可以改变的 好像Miss Angelina那里讲了 你 生长这个破碎的家庭吗 你说你现在25岁你 长得很难看吗 我跟你讲了 世界上是没有难看的女人 只有懒惰的女人 听好啊 是没有难看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那种TikTok 什么呢 他们化妆的时候 哇 好像漂亮到够了 他们卸妆的时候好像 OK 所以 我建议你去学化妆 OK吗 你去学化妆 你也不用担心说化妆品很贵了 什么贵了 不会 化妆有技巧的 那如果 你说 会贵了 要省计算 很简单 你联络我 OK 我介绍我的老婆给你认识 我的老婆 就是一名化妆师 而且是专业的 然后她有参与过那些 什么 电影啊 那个拍摄啊 剧组啊 特技啊 特效妆的 你可以 我可以介绍我的老婆给你认识 然后你去跟她请教 要虚心一点了 然后要有耐心了 因为她现在蛮多东西要做了 就带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要等一下咯 她会教你怎样去化妆 然后你注意你你的穿着方面 OK 穿着方面会贵吗 也不会 现在淘宝 衣服便宜到L这样 OK很便宜 我的女儿的衣服很多 我的老婆也是从那个淘宝那边买回来的 很便宜啊 比起这边便宜多就对了 我不会讲了 OK 所以我觉得啦 你单身我跟你讲你单身你不怕的 你25岁你怕什么鬼 哈喽 25岁你怕什么 哈 25岁这样年轻 哈喽 25岁你你讲Gangjo妈妈咩 哎哟我跟你讲 你只要你弄好你自己 每天出门飘飘亮亮 OK 整整齐齐穿着好看 Mix and match style的话 我跟你讲 一定有人来追你的 没有可能没有的 明白吗 然后当然 你要改变自己 除了是外表方面呢 里面也要改变咯 可能是参加一点 Gym啊 跳舞啊 下棋啊 打乒乓啊 OK 你可以的 你什么都可以做的 然后 找机会去认识人多一点呢 哦 比如什么探探啊 对吧 有吗 那交友网站很多 什么鬼都有了 现在每天都有 OK 不会的这个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没有什么赚钱也不用怕 想办法 OK 我有一个同事 一个朋友 以前是同事啦 他们做这个什么旅游业的啦 现在旅游业怎样做 也是死到晚吗 当然是 他们也是没有任命吗 他去做什么 去送grab 去加grab 去送这个送餐 他也是找到吃吗 也能够养妻活儿吗 对不对 你去怕什么 你才25岁 阿拉妈 哈啰 25岁 怕什么鬼 明白吗 不要去想这样多 命 是没有得改的 你用晕去改啦 用这个啦 晕啊 杂兰啊 你这25岁 你就好像讲到好像很惨 这样 有很多人比你更惨 你知道吗 不要这样 如果你要啊 带一个佛牌增加自信心的话 可以 你找我 你哪一个做三佛 可以 你哪一个 呃 汉鲁曼 可以 你哪一个 呃 龙泊柜 可以 你要挺一个 自身牌 可以 他会有一个助力 OK 助力是什么 他会帮你在 你通过 运 就是 改你的运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种种 你在佩戴期间 他会多一个信心给你 明白吗 所以佛牌 是多一个信心 因为佛牌是一个生物 是一个 有 正能量的生物 OK 当你的命不能改 但是你在改着你的自己运 通过你的努力 去真正去用心 用全副精神去改着你的运的时候 OK 这个佛牌 它就会起到一个神奇的作用 它就会帮助你 它就会给你一个信心 给你一个正能量 然后再通过这个正能量能够吸引正能量的大环境和那个 Law of physics 之下 它一定能够有一种就是补助相辅相助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功能 OK 再来你能够做什么呢 你就是能够参与哪 这个月 已经来不及了 你可以参与下个月的香蕉法会 你参与了 法会的时候 OK 你讲你现在MCO 应该是 我访红了 有空 打坐 meditate OK 打坐 参与这个法会 这个香蕉法会 七八九十的 可以帮到你的 然后不要怕去花那个钱 那个两百六 你是在做慈善 在做功德 我觉得你应该是平常也是没有怎么做功德 就借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法事 然后去做功德 然后在法事 进行的那一天 作产 给自己的Mind Clear OK Clear Clear 冷静 冷静了 你就会有问题 有不是有问题 有一个灵感 去解决你的方法了的 明白吗 而且 当你在佩戴佛牌的时候 你在坐禅 他也是能够 好像叫做 Charge Battery的意思这样 明白吗 所以 Miss Angelina 你的问题根本是 不是大问题 你知道吗 你不要去自冤自矮 你不要去冤天冤地 你不要说哎哟 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 你不要再去冤了 从今天开始 你stop 你不要冤 往积极的方面去想 Positive 请一个佛牌 刚才我讲的都可以 请了带 很便宜不了 不会贵的 带 法事你去参加 没有错的 然后Meditation 然后去认识我的老婆 OK 学讲化妆啊 他会教你的 有没有收费 你们自己谈呢 不管我的事啊 OK OK 不要怕 命 不能改 运 通过你自己本身的努力 plus佛牌的助力 100%可以改 99.9%可以改 所以Miss Angelina 我希望你看完我这个 影片之后啦 你会有 呃 不要再有负面的想法了 好吗 OK 我们一起加油 然后 希望 呃 你和所有观众们 在疫情期间 把 面罩戴好 把口罩戴好 把佛牌戴好 OK吗 呃 然后有机会 等7月 师傅 预算是7月 说东西会under control 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拉大堆去树林 OK吗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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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